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一连三期说了八只股票 本期视频我们来稍微轻松一下 说些宏观方面的东西 聊一些有趣的东西 例如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2022年 其他各国的展望我们先缓一缓 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几乎每天都在认真预测 2022年科技行业的前景 因此 像许多分析师一样 MKM Partners列出了一份 可能影响明年互联网行业的十件事情 有些事件不一定会发生 但一旦发生就会对相关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 第一个 消费者将回到实体店 迁徙一代和Z世代开始看电视 这是疫情结束的体现 个人认为 消费习惯很难改回去了 但一定会风流一部分 但无论如何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第二个 Facebook Meta 可能会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 可能会开始取代几种传统的法定货币 个人认为 Facebook Meta还没有这么快 监管立法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 当然 希望可以成功 第三 超大市值的科技公司 将设法不向美国或欧洲监管机构 支付任何有关目前正在进行的法律案件的罚金 个人认为 罚款是好事情啊 花小钱 免大债 第四个 通过Spec IPO的上市的股票表现 将超过传统IPO和直接上市股票的表现 个人认为 还是都尽量避免吧 好的公司都被合并得差不多了 剩下来的都是森多州少 第五个 Uber将在美国几个城市 推出自己的机器人出租车服务 第六个 推特和Pinterest将被收购 不再是独立的上市公司 个人认为 Pinterest的可能性或许会更大一些 第七 多德顺以400亿至50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Instacart 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杂货配送大战 第八个 苹果公司由于改变了IOS的广告政策 其广告年收入达到了100亿美元 这个之前我们说过 苹果这个属于闷声发大财 第九 谷歌的YouTuber获得了上市的机会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 是业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第十个 Snap和TikTok 希望通过收购电影或游戏工作室 来利用他们的年轻观众 从而提高他们原创视频内容的供应 上面是这个机构给出的十大预测 同时 这家机构还给出了一个额外的预测 他们认为 随着大流行病的结束 更多的人将回到健身房和社区公园锻炼 这将导致Pelleton等公司的销售预测出现困难 近日 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将Pelleton的目标股价 下调至每股38美元 预计 明年Pelleton产品的支出将增加 需求将下降 个人认为 趋势是一定的 关键是股价跌到一个地步 就不能太看空 毕竟Pelleton的品牌力还在那里 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 先锋领航警告称 ETF中所持有的资产的大幅扩张 推高了股市估值 增强了个股之间的相关性 出现极端下行结果的风险正在增加 自互联网泡沫以来 美国股市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高估 先锋预计 随着通涨压力 推动利率上升 以及美国企业盈利增长放缓 美国股市的估值增长将会放缓 因此 该机构预测 未来十年 美国股市的年回报率 将降至2.3%至4.3%之间 与过去30年 美国股市产生的10.6%的年化回报率相比 这个数字相形见粗 《华尔街日报》预计202年 食品价格涨幅从2%到20%不能 影响到杂货店的所有商品 特别是按照重量来判断涨幅 例如土豆 芹菜和其他较重的蔬菜价格 将上涨幅度较大 云市运费上涨 世界粮农组织在报告中指出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 在过去的一年中上涨了30%以上 美国媒体指出 中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 今年分收已成定局 但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却不断强调粮食安全 并大量进口粮食 美国媒体产生怀疑 中国意欲合围 美国商务部指出 最近中国取消美国订单 罕见采购价格昂贵的巴西大豆 这一采购发生在竞争供应国 美国的出口高峰期实属罕见 去年美中虽然签下贸易协议 但迄今为止 中国只购买了约三分之一的商品 中国此举显然是为谈判增加筹码 并对巴西有笼络的目的 企图拉拢南美国家 美国商务部认为 虽然美国成本和运费更高 但目前正恢复过来 巴西大豆的品质及性价比也不如美国 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应该首选美国 而不是其他国家 同时 中国购买巴西大豆可以不用美元结算 这对美国构成战略性的威胁 另外 中国粮食增产的背后 离不开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 而尿素就是其中之一 而尿素主要使用的是 氨和二氧化碳合成法 大多采用以天然气和煤炭为原料 而今年以来 煤炭天然气价格暴涨 已经导致全球尿素市场失衡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生产国 10月起加强尿素出口监管 让韩国、印度两国近期掀起了尿素之乱 印度的多个邦已经出现了化肥短缺的现象 而在工业领域 尿素还有一项重要的用途 净化柴油汽车尾气 特别是韩国 对于绝大部分货车司机而言 按时添加车用尿素就像给车加油一样 再平常不过 由于广泛使用这种净化系统 韩国这两个月正在面临尿素危机 乐天精明化学公司是韩国最大的车用尿素生产商 但因不堪生产亏损 多年前早已停产 随着本地企业纷纷退市 韩国车用尿素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且大部分依赖中国 澳大利亚 其实不仅是中国 欧洲方面则因为天然气危机 也意味着尿素的生产原料也不足 且价格暴涨数倍 德国一些化工企业因为成本问题而宣布停产 虽然德国的尿素并不依赖从中国进口 但触媒还原剂若断货 德国90%的货运车辆将无法上路 除了中国 同为尿素生产大国的俄罗斯 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限制出口措施 掀起了蝴蝶效应 总之 尿素肥料价格的上涨 最终可能意味着世界各地餐桌上的成本增加 那么如何解决呢 世界粮农组织认为 必须从源头入手 让天然气和煤炭价格回到正轨 让供应链早日得到恢复 美国报告了50万例的日新增确诊病例 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20万例 但症状较轻 住院风险也较低 尽管如此 Omicron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已经不容小觑 由于破坏性的疫情爆发 旅游支出在减少 体育赛事和百老汇演出也被取消 政府将隔离期缩短至5天 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下调了对明年第一季度 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虽然影响力要比前几波疫情要小 但这感觉和Delta最初袭击美国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自然连发五文 现有疫苗和抗体对Omicron效果不佳 文章很长 但总结为一句话 就是辉瑞和摩大弹疫苗产生抗体虽然多 但基本都是无效抗体 Omicron对抗体的中和作用存在大量逃逸 效果不佳 但其他研究表明 感染Omicron或能增强对Delta的免疫力 拜登发出呼吁 联邦政府能力有限 抗疫还要仰仗地方 福奇警告 取消大型party 取消现年计划 应该做好准备未来几周的持续恶化 不过CDC预测 感染浪潮将在明年1月达到顶峰 然后会出现好转 到2月9日将降至每天新增不到4万例 重病和死亡人数会有一定的延迟 100万大官指日可待 但只要不出现第六波 就算是熬过去了 那么关键来了 很多人关心股市和疫情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张图显示了 股市每次的底部 在住院人数出现峰值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这是历史数据 显示了标普白指数 在住院高峰前的表现 仅供大家参考 大概中间相差的天数是12至14天 这个规律或许对参考股市在疫情高峰前的表现有参考价值 如果按照上面所说的CDC的说法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疫情预测模型显示 最高峰将出现在一月底 每天将新增280万里 未来两月或激增1.4亿确诊 那么或许之前也会有一波股市的回调 这才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必须关心疫情发展的原因 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群体免疫 那么离疫情结束就不远了 最后说一只股票 在剧头中其实还有奈飞 但我个人的持仓已经降到底仓了 所以不做重点描述 这里只是补充一下 奈飞开创了家庭娱乐的流媒体模式 消费者可以在方便的时间 观看几乎任何他们想看的东西 这一点应该得到巨大的表扬 但成功总是孕育着模仿 换句话来说 竞争越来越激烈 现在与奈飞竞争的流媒体服务 包括亚美兴会员 迪士尼Plus HBO Plus 和派来门Plus等等 投资资本回报率最近约为15% 其实在疫情之前已经减弱 目前仍低于2006年 至2010年的水平 市盈率很高 是近期收益的55倍 估计收益的47倍 总之 奈飞股票不便宜 不过好消息是 随着公司的日渐成熟 公司的盈利能力正在上升 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 奈飞除了出售流媒体服务定位外 公司的支持产权已经开始走向市场 各种周边产品 授权产品将成为高利润收入的来源 第二个 视频游戏进军 这是原创内容以外最重要的扩张 第三 奈飞也开始战略型的回购股票 管理团队会以看涨的方式进行引导舆论 以保持股价上涨的势头 最后 就是看奈飞的广告策略是不是会调整 接下来 由于缺少热点 股价走势大概率会在箱体做震荡 只适合波段操作 波段下沿会选择重新买入 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说到奈飞 前两天看了一部奈飞的黑色幽默喜剧 叫做《不要抬头》 这部电影的大致剧情是 两位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彗星 即将在六个月内撞击地球 但不论是白宫等政府机构 还是美国媒体 都没有认真地提醒公众 以及想办法解决这一危机 而政客们在想着怎么利用此事 来提高自己的支持度 媒体则想着如何利用这事 进行娱乐化的炒作转眼球 没有人真的在乎科学家们怎么说 结果六个月后 彗星砸了下来 人类被灭绝 电影有小李子莱尔纳多 和大表姐詹尼弗·劳伦斯 还有梅尼·斯特里普 甜茶等大咖的鼎力家们 好评认为 影片讽刺了政府和媒体 在严峻的问题面前不作为的态度 有一定的喜剧效果 同时 影片反映的现状也是令人绝望的 但也有影片人认为 影片的讽刺 浅尝折质 不够犀利 因为世界远比电影里面还要愚蠢 还要疯狂和荒唐 亚当·麦凯的个人风格 更多的是在故弄玄虚 豪华的演员阵容 仅仅是在刷脸 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 这部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喜剧 不过现实中 更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日前特意聘请了24名宗教学者 也就是神学家 旨在深入探讨生命的意义 NASA给出的理由是 为避免外星文明 对地球人类的价值体系 带来文化冲击 可以让这些神学家和外星人进行交流互动 12月25日 NASA历时30年 耗资110美元 打造的史上最强大微薄太空望远镜 成功发射升空 前往距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目的地 开启天文探索新时代 NASA科学家告诫 新望远镜有望发现外星生命 这次NASA找来神学家和外星人聊天 是钱太多 还是充分展现了科学的尽头 是神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人类其实本身就是渺小的 我们被创造本身就是个奇迹了 再来另一个奇迹 把我们抹去似乎也并不奇怪 这道理之前知道 疫情期间似乎更加可以感觉到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很难想明白 而且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情绪也被外界还尽左右 可能不到最后一刻都想不明白 其实最后的最后 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自己最爱的那些人 家人 爱人和伙伴 祝大家节假日快乐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